哈希腊逃亡以后公开指责 美国强逼着孟加拉访华不成发动政变 孟加拉国的前总理哈希腊辞职以后逃亡印度 之后印度媒体报道是中国和巴基斯坦策划了孟加拉国的社会动难 导致哈希腊逃亡 但是哈希腊本人在8月11号公开发表声明 孟加拉政局突变的幕后黑手毫不让人意外 还是美国颠覆专业户 印度媒体完全是胡乱猜测 哈希腊提到有一个叫圣马丁的小岛 位于孟加拉国的最南端 离缅甸只有8公里 两国还因为这个岛有个主持权纠纷 2023年的8月一个白人男子向他提出 如果把圣马丁岛租给美国建立空军基地 就不对他下手 今年6月下行 孟加拉民族主义党表示 愿意把这个岛租给美国来换取上台执政 哈希腊还公布了其他的很多细节 他说美国精心策划了颠覆活动 这样就可以把圣马丁岛弄到手 对孟加拉湾实施影响 哈希腊还呼吁孟加拉人民不要被激进分子所操纵 有报道说美国多年来了 一直想在印度洋寻找第二个航空民基地 有现有的叠戈加加夏基地是英国的 位于印度洋的中部 虽然战略位置也不错 但是距离中国太远了 无法支持美军 重返东南亚的战略意图 美国国务院自然是多次否认 被圣马丁岛感兴起 但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哈希腊不但拒绝向美国出租 圣马丁岛 还积极地加入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因为他知道 如果在圣马丁岛的问题上屈服 那么下一个目标 就是孟加拉国境内的中资企业 美国情报机关用极短的时间 就颠覆了一个上亿人口大国的政权 的确是触目惊心 当然了 苍蝇不钉 无缝的蛋 孟加拉国自身是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的 这才导致了美国情报机关有机可乘 首先 这个国家长期处在贫困当中 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两位数 这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严重的不安定的因素 在这样的情况下 哈希腊政府不但没有采取 让年轻人看到希望的措施 还试图把铁饭碗 向某一个特殊的群体倾斜 这是导致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其次 孟加拉作为一个上世纪70年代才建立的年轻的国家 在反坚防特 安保维稳 这些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固 至关重要的领域 几乎没有经验 所以反复的发生军事政变 国家政权的跟谍太容易太草率 哈希腊逃亡之后 新一任的孟加拉国的政府首脑 几乎可以肯定是美国的代理人 圣马丁岛也大概率的会落入美国人之手 成为一个同时监视印度和中国的军事基地 不过这种变化对中国来说 并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 新政府首先要面对的还是高失业率的问题 这是美国所不感兴趣的 美国只喜欢搞破坏 它不会关心你的建设的 只有中国才能够帮助孟加拉发展经济 消除贫困 美国就算是获得了圣马丁岛的使用权 部署波塞冬 行动机这一类的海空装备 也只是把侦察的范围向北推进了一大步 中国在这儿没有频繁的海军行动 也没有导弹武器的科研试验 往返雅丁湾舰队的活动基本上也是公开的 而印度洋航线上的商船也没有什么秘密行动 美国在这个地方设置监视基地 真正受到威胁的是谁呢 其实是印度 圣马丁岛距离印度东海岸只有300多公里 这等于是美国第一次把军队部署到了印度的家门口 看来美国对印度嘴里说的是伙伴 内心里却是警惕 行动上也不是那么友善 而印度情报机关在每个人眼里 大概也是一堆的250 不仅没有预测到颠覆哈希纳的计划 还把矛头指向中八 如今已经是满盘结束 这个圣马丁岛 美国人能建基地长期使用吗 恐怕也未必 如果继任政府无法解决失业力的问题 接着会倒台 那谁又知道下一任新政府是什么态度呢 不可测的因素太多 更核心的问题是地主家没有多少余粮呢 35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务 美军还能像上一个世界那样全球力量 全球到达 全球部署吗 好 这句话就评论到这里